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 约伯记第36章开始咯 以利护佑接着说 你在容我骗死 我就指示你 因我还有话为神说 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 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 我的言语真不虚谎 有知识全辈的与你同在 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 祂的智慧胜广 祂不保护恶人的性命 却为困苦人生缘 祂时常看顾义人 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 永远要被高举 祂们若被锁链捆住 被苦难的神所缠住 祂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 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 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 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他们若听从事奉他就必度日 恒同历年福乐 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 无知无事而死 那心中不尽前的人继续怒气 神捆绑他们 他们进步求救 必在青年时死亡 与误会人一样赏命 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 趁他们走起压开通他们的耳朵 神也必引你除罹患难 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 摆在你膝上的避满有肥肝 但你门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 判断和刑罚抓住你 不可能愤怒促动你 使你不服则罚 也不可因俗价大就偏行 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 果有灵验 叫你不受患难吗 不要羡慕黑夜 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 你要谨慎 不可重看罪孽 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 神行是有高大的能力 教训人的有谁向他呢 谁判定他的道路 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 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 就是人所歌领的 就是人所歌领的 他所行的 万人都看见 世人也从远处观看 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 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 他的年数不能测舵 他的年数不能测舵 他吸取水点 这水眼从云雾中就变成云 云彩将雨落下 佩兰降雨是人 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 和神行弓的雷声呢 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 他又遮覆海底 他用这些审判证明 且赐丰富的粮食 他以电光遮守 命闪电击中敌人 所发的雷声 显明他的作为 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 今天的读经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也要跟我们一起收听 圣经好好听哦 拜拜